欢迎大家收看2024美国总统大选简报 我们现在给大家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 拜登强烈谴责特朗普关于北约的言论 称其为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乌克兰法案获得了70个参议院的投票 众议院的共和党真的可以无视他吗? 在令人尴尬的失败投票之后 众议院共和党将再次试图弹劾麦约卡斯 海利说他认为拜登应该辞职 每位参议员对乌克兰和以色列援助计划的投票情况 请大家收看 拜登强烈谴责特朗普关于北约的言论 称其为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华盛顿邮报 拜登总统谴责前总统特朗普的言论 特朗普表示 如果北约盟友在国防上不花足够的钱 他将鼓励俄罗斯入侵 拜登称这些言论危险 可耻且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并强调他永远不会向俄罗斯独裁者屈服 乌克兰法案获得了70个参议院的投票 众议院的共和党真的可以无视他吗 华盛顿邮报 上周 当众议院共和党表示不会处理一项 将边境安全与乌克兰 以色列和台湾资金合并的两党议案时 参议院共和党屈服了 与其通过显示 参议院共和党对该议案的支持来迫使问题解决 甚至连支持该协议的人也投票反对继续进行 在令人尴尬的失败投票之后 众议院共和党将再次试图弹劾麦约卡斯 华盛顿邮报 预计众议院将再次就强制驱逐美国国土安全部部长 亚利航·德罗·麦约卡斯的决议进行投票 原因是美国边境的移民激增 众议院共和党人相信 这次他们将成功通过这项决议 因为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史蒂夫·斯卡利斯 在接受治疗血癌后将返回华盛顿 然而如果有共和党人缺席 根据到场的民主党人数量 投票结果可能会受到威胁 如果指控获得众议院通过 由于民主党控制着参议院 麦约卡斯不太可能被定罪 海利说他认为拜登应该辞职 CNN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尼基·黑利 呼吁乔拜登总统辞职 称这对国家最有利 黑利认为 在一个混乱不堪 世界动荡的国家中 拥有两位80多岁的总统候选人 是不合适的 他此前批评了拜登的外交政策 并要求他因国防部长劳埃德 奥斯汀住院的争议而辞职 黑利经常拿拜登和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的年龄开玩笑 并主张对75岁以上的政治家 实行任期限制和心智能力测试 每位参议员对乌克兰和以色列 援助计划的投票情况 华盛顿邮报 参议院通过了一项 价值95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援助计划 为以色列、乌克兰和其他美国盟友提供援助 该法案以70票对29票的投票结果通过 其中22名共和党人与民主党人一起投赞成票 然而由于众议院议长迈克 约翰逊已经拒绝该法案 称其未能解决美国边境安全问题 因此该法案在众议院通过的可能性不大 特朗普在海里的家乡南卡罗莱纳州 领先35个百分点 民调 国会删报 观点 根据一项新的民意调查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在南卡罗莱纳州领先于潜在的共和党挑战者 尼基、哈雷35个百分点 这项由CBS新闻YouGov进行的调查发现 特朗普在该州获得了65%的可能投票给共和党的选民支持 而哈雷获得了30%的支持 该调查还显示 75%的可能投票给共和党的南卡罗莱纳选民表示 哈雷来自他们的州对他们没有影响 然而 调查对象认为 哈雷比特朗普更可爱 52%的人认为 这个词很好地描述了他 而只有32%的人这样认为前总统 及时更新 今天纽约特别选举将填补乔治、桑托斯的席位 华盛顿邮报 关于纽约第三国会选区的特别选举 一、这次特别选举 是为了填补前国会议员乔治、桑托斯留下的空缺席位 他在去年12月被众议院罢免 二、这次选举中的共和党候选人是纳苏县议员马奇、皮利普 三、民主党候选人是前国会议员汤姆、苏奥奇 四、选举结果可能为秋季选举前的政治格局提供见解 五、这次特别选举被密切关注 作为国家政治气候的风向标 埃隆、马斯克表示普京在乌克兰不会失败 反对参议院法案 南华早报 埃隆、马斯克表示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在乌克兰战争中绝对不可能失败 马斯克在他的社交媒体平台X-Basis的一个论坛上发表了这番言论 并赞同共和党参议员罗恩、约翰逊的说法 即普京不会在乌克兰失败 马斯克此前对乌克兰赢得战争的能力表示怀疑 并受到乌克兰和民主党国会成员的批评 马斯克认为延长战争对乌克兰没有帮助 并表示他的公司在削弱俄罗斯方面做的比其他任何事情都多 他还对寻求推翻普京表示怀疑 称能够推翻普京的人可能会比普京更加强硬 特朗普表示 哈利集会对他出色的丈夫来说是一种尴尬 国会删报 观点 前总统特朗普批评共和党挑战者尼基·哈雷 在周末集会上的低人数 称这对他的丈夫是一种尴尬 他的丈夫目前正在海外部署 哈雷是南卡罗莱纳州的前州长 于周六开始了为期两州的巴士巡回活动 特朗普的评论是在他因嘲笑哈雷的丈夫迈克尔 哈雷少校而受到批评之后发表的迈克尔 哈雷目前正在南卡罗莱纳州陆军国民警卫队 在非洲之角的一年任务中 哈雷对特朗普的评论 回应称其为令人恶心和对军人家庭的侮辱 密歇根州众议院对一名议员 因其关于种族主义理论的推文进行纪律处分 华盛顿邮报 密歇根州众议院在周一剥夺了共和党议员乔西 施里福的工作人员和一个委员会职位 原因是施里福在网上发布了一个种族主义阴谋论 上周施里福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篇带有标题伟大的替代 的帖子引发了公愤 这张图片引用了极右翼阴谋论 极非白人移民被有意引入白人占多数的国家 以削弱白人的政治权利和文化 特朗普希望新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领导层 以及儿媳担任联合主席 南华早报 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支持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主席迈克尔 沃特利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RNC的下一任主席 并支持他的儿媳拉拉·特朗普担任联席主席 此举是特朗普试图巩固对RNC的控制 因为他正在接近2024年总统提名 特朗普对沃特利的支持是在有关现任主席罗纳 麦克丹尼尔在筹款不利和党在最近选举中表现不佳的报道之后 特朗普还任命了他竞选团队的联席经理克里斯·拉西维塔 担任RNC的首席运营官 特朗普支持麦克尔 沃特利出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并任命拉拉·特朗普为联席主席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已经支持麦克尔 沃特利成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的下一任主席 并支持他的儿媳拉拉·特朗普担任联合主席 特朗普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沃特利在担任北卡罗莱纳州共和党主席的职务上做得非常出色 特朗普还表示他的儿媳拉拉是一位极具才华的沟通者 愿意接受成为RNC联合主席的挑战 沃特利和拉拉 特朗普尚未对此表态 乔治亚州共和党州长布莱恩 坎普为帮助德克萨斯州州长与拜登总统在边境问题上对峙做准备 美联社 乔治亚州州长布莱恩 坎普计划向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提供援助 以控制美墨边境的非法越境行为 乔治亚州由共和党主导的两个议会议院正在推动完全相同措辞的决议 谴责乔·拜登总统的边境政策 并表示支持坎普调拨资源和援助保护南部边境的任何努力 这些措施正在进行选举年 不仅是总统选举 还包括乔治亚州全部236个立法席位的选举 约翰逊议长在参议院投票前否决了对以色列和乌克兰的援助计划 华盛顿邮报 众议院议长迈克·约翰逊·阿尔劳 拒绝了参议院提出的950亿美元的国家安全援助计划 该计划旨在帮助以色列、乌克兰和其他美国盟友 约翰逊表示 该计划未能解决美国边境安全问题 因此在众议院无法启动 约翰逊的声明是在他和其他众议院领导人帮助击败了早期版本的该法案后发表的 该版本包括全面的边境安全措施和其他改革 乌克兰的资金援助在共和党选民中变得不受欢迎 特朗普在最近的一次集会上表示 他将鼓励俄罗斯对北约国家做他们想做的任何事情 看看哪些北约国家在国防上的支出低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 《华盛顿邮报》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美国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ATO的资金结构进行了错误描述 特朗普在周末发表讲话时表示 他将鼓励俄罗斯攻击拖欠债务的NATO盟友 NATO成员国不需要支付会费来保持在该联盟中 但需要支付费用来支付组织的运营开支 然而各国承诺至少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2% 用于国防以确保该联盟的军事准备 去年有11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了这个目标 波兰去年在国防上的支出占其GDP的3.9% 是所有成员国中比例最高的 而美国的支出占GDP的比例为3.49% 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好 我是来自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最新的政治新闻 首先 我们看到了拜登总统对特朗普的强烈谴责 拜登称特朗普的言论不符合美国价值观 并强调他永远不会向俄罗斯独裁者屈服 这种言论引发了广泛的争议 不少人对特朗普的立场表示担忧 另外 乌克兰法案在参议院获得了70个投票 然而 众议院的共和党似乎可以无视这项法案 这引发了很多人的质疑 众议院共和党表示不会处理这项法案 使得问题得不到解决 这让人们对共和党的态度产生了疑问 此外 众议院共和党将再次试图弹劾麦约卡斯 这次弹劾的原因是美国边境的移民激增 虽然众议院共和党人相信 他们会成功通过这项决议 但由于可能有共和党人缺席 投票结果可能会受到威胁 如果指控获得众议院通过 由于民主党控制着参议院 麦约卡斯不太可能被定罪 还有一条新闻是 特朗普支持新的共和党全国委员会领导层 甚至提名了自己的儿媳担任联合主席 这显示了特朗普试图巩固对共和党的控制 以便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得提名 最后 我们看到了一项关于北约国家支出的新闻 根据《华盛顿邮报》的报道 特朗普对北约的资金结构进行了错误描述 各国需要承诺将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 以确保该联盟的军事准备 去年有11个国家达到或超过了这个目标 波兰的国防支出占GDP的比例最高为3.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总结 我想听听你们的想法 你们对这些新闻有什么看法呢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 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 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 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六度brief.com 您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可以通过电邮 收到六度简报